如果剛剛這個地方輸出縱向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Printer後面 它會多幫你換行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改橫向 第一個你不能用Printer直接輸出 你可能需要怎麼樣 先丟給一個自串的變數 先幫你先儲存 然後最後一次再利用那個Printer直接輸出 結果有點類似像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最後做完的結果 橫向的有沒有 1乘1 不過我只有輸出一列 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 細節分解給各位看 有些東西一下子 真的程式沒什麼 就多一個自串 最後串接而已 沒有多什麼 但是 有時候我這樣帶過去 同學 腦筋就轉不過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分解動作 我先宣告一個什麼 S等於空置串 應該可以理解吧 反正因為我等一下要先給它 就是利用它幫我串完 串完之後再丟給Printer去輸出 主要原因是Printer 它會自動幫你換行 我不要換行 你一換行就變成縱向了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怎麼樣 把Printer放在最外層 不要放在回圈裡面 放在外面 輸出什麼 輸出這個S 那S做什麼呢 S等於什麼呢 S自己本身有沒有 在串接後面的東西 串接後面的東西 意思是說它會一直串 後面這個多一個瓜糊 就是它會一直幫你串第一次 因為它預設是空的嘛 所以第一次是1乘1等於1 串完再串2乘2等於2再串 3乘3意思類推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 如果你現在看不懂了 我再教各位一個 在Eclipse還蠻棒的一個 叫中斷點 意思就是說 可以讓程式停下來 你可以去看一下裡面的 那個變數的變化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要讓 因為回圈有個缺點 跑完 可能它跑完 那你的腦袋還沒跑完 所以你會變成你跑 跑不出來 所以怎麼辦呢 有沒有辦法讓程式停下來 你可以先看一下細節 不過這個儲錯模式 操作的過程有點 稍微複雜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會操作的話 以後你要儲錯就相當簡單 第一個 我要在我希望停下來的地方 就是數字的這個列號 前面點兩下 它會出現一個所謂的 這個叫中斷點 Point 意思是說程式停下來 程式跑到這邊 它會停住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要 有些地方程式錯了 但是不知道錯哪裡了 你可以設中斷點 第二步的話 之前執行是按這個執行 旁邊是不是有個湊蟲 這個叫Debug 就是可以讓你可以 停在那個地方 如果你執行這個 它還是不會停 這個才會停 所以點點擊這個 按個確定 OK 那你會發現 它要等個幾秒鐘 然後它會跟你講說 要不要啟動Debug 要 OK YES 那它會怎麼樣呢 跳到另外的畫面 就是Debug模式 什麼時候停下來呢 就是停在這裡 那你可以透過什麼呢 這個時候去偵測一下 S這個變數 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Debug就是 你可以看到 現在所有變數裡面 它的Value是什麼 現在裡面是什麼 沒有 空的 所以裡面是空的 它是一個Stream 裡面沒有東西 那什麼時候會有東西呢 就是當你上面 有個小小小箭頭 有沒有 這個表示你 按一下 它就跳一下 按一下就跳一下 所以反正它一直中斷 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裡面不是有變更 現在裡面的值是1乘1等於1 OK應該可以看懂 然後你按一下 它有2乘2等於2 依此類推 所以利用那個除錯模式 將來假設你在回圈裡面 你實在找不出錯誤的話 你可以用除錯模式 還蠻好用的 最後做完之後 當然如果你確定OK 你可以把它停掉 停掉之後的話 停止 怎麼切回來 有些東西就迷路了 在裡面 怎麼辦 湊蟲旁邊有個什麼 切回到那個PiDiv 這個按下去 它又切回來了 所以基本上 湊蟲模式在這邊 你如果要回去 原來模式 再點一下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中斷模式的使用方法 當然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直接輸出 那你會發現 基本上 它已經從橫向變重向了 有沒有 主要是什麼 宣告一個字串 幫我串完之後 有沒有 串完之後再輸出 但是好像少了一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 一乘一跟二乘一中間 可能需要一個分格符號 所以這個地方我可以怎麼樣 再串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什麼 我希望這個跑完之後 後面再幫我加一個Table 那Table還記得吧 它也是一個字串 拖曳字圓就是 反斜線T 這個反斜線T 還記得吧 上個禮拜才講 有沒有 拖曳字圓裡面 也就是說呢 它會在我們的最後面加一個 按一個Table鍵 就是讓它往右邊縮排一下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當然有一些人也會把它改成什麼 四個空白也可以 比如說中間一個 一筆資料 中間四個空白等等也可以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Table 有沒有 OK 所以這一招還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你要輸出資料 通常都這樣 那大部分同學可能會有問題就串 這個地方 這個前面有講過 這個就是先幫我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1 串X 再串什麼 再串那個 追就是1 再串 那個等號 再串什麼 串兩個相乘的結果 所以這兩個相乘的結果 1 最後再串一個什麼 再串一個斜線T 就是這個 串完之後輸出一個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全部串完之後 再用print輸出 所以我們利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先輸出橫向的一列 不過橫向一列輸出完之後 其實還離我們 離我們目標越來越近了 最後我們需要什麼 還需要把它變成2 所以2乘1等於2 有沒有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我們現在只有一個 4i的敘述 J的話 現在只有1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其實可以在這邊 怎麼樣 再把它 Ctrl C 其實可以利用那個 這邊來改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4J 那如果多一個J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試試看 基本上 它一樣是可以串 串進來之後 其他的話 S還是一樣空字串 這裡怎麼會有一個 出訊息 對 縮排 有沒有 所以這邊執行 這邊按tape鍵 縮排一下 OK 所以下一階 那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不過會有個問題 基本上 這樣子的話 已經越來越接近 但是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全部都放成橫向的 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只需要再加一行 怎麼樣呢 當它是到9 這個地方怎麼樣 除了輸出這個之外 還要讓它怎麼樣 強制換行 有沒有 所以怎麼樣可以強制換行呢 特別注意喔 請你記住 在這邊enter 那輸出換行是當 這個回圈跑完之後 所以請記得喔 一定要在這個for回圈的這一階 print什麼呢 把它這個地方 print 特別注意喔 輸出一個換行 那換行的話 前面講過啦 就是一個什麼呢 反斜線n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反斜線n 有沒有 當它跑完一個之後 下一個幫我輸出一個換行 再把它print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等一下 跑到這邊來 應該是 點點 這個要把它 最後再輸出啊 應該是跑 看一下 不對不對不對 不是print啦 更正一下 應該是在串一個s啦 所以s什麼 s自己本身怎樣 等於s再串一個什麼呢 這樣就可以了 不是print 不然print 它又把它print出去了 所以等於是 串一個之後 再串一個 不能用print喔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這個地方應該看得懂了 OK 執行 OK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 整整齊齊的 其實看不出一種 對不對s 它s 為什麼要在這邊 弄一個s 是串 然後串起來 第五行 s都會 s加 這個 我會說 這兩個s都會 我前面講過 就是 後面的東西串完之後 會丟到前面去 OK 所以基本上它預設是空的 所以預設是空的 先把它串 什麼 串1乘1等於1 加一個這個 所以先串 這個對不對 然後它會把它們存在s 存在s之後 下一次來的時候 它又多一個這個 多一個這個之後的話 又跟前面的串 所以串完之後 這樣子就是第二個 再來第三個就是這個 有沒有 這個後面這個 實際上 它每一次產生 又產生一個 產生這一串 又要跟前面的串 所以前面就是自己串自己 串完之後丟到前面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大概的概念 因為我發現 初學者最大的問題還是 那個等號 意思就是 後面的東西串完之後 丟到前面去 常常因為以前數學 以前學校數學是剛好顛倒 所以常常會搞不清楚 奇怪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請你把以前那個 學校數學那個概念先 先把它忘了 然後重新 那串完之後呢 一直串一直串 全部都串在一起了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很重要 只要插一個步驟錯 後面就全錯了 來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畫面 我有把它拍照放上去 請各位再試著把它做做看 那尤其是那個串接部分 其實說真的 這個如果觀念通的話 後面你 你無論是哪裡來的資料 即便是資料庫來的資料 網路上來的資料 他一定都會 有需要 比如說你要抓 網路上的某部分資料 你還是要做自串的切割 跟自串的合併 那這個是必要的 所以這個我想請各位 試一下 那我們是分成三個階段來解 第一個是先縱向的 再橫向的 然後再把它整個全部輸出 OK 試一下 九九成發表 不過這樣台灣是九九成發表 不過好像印度是什麼 聽說什麼 19 19x19 哇那成更多 所以你會發現 網路上很多YouTuber 專門教程式的很多都印度人 而且那個Google的執行長 後來也換了一個叫做印一的 也是印度 那最近那個微軟的執行長 也換了也是印一的 你會發現軟體公司 好像這部分很多都是跟那個印度 那個 台灣這方面特別特別厲害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學程式 大概是需要一點天分 不過我是覺得方法也很重要 按部就班 反正不要把程式 越寫越複雜 應該就掌握那個最重要的 其實我們自串的串接 前面也有講到 只是沒有做這麼複雜的應用 當然未來這些自串的串接 只會越來越複雜 不會越來越簡單 不過如果你複雜都會 以後看簡單的東西 你會覺得好像也沒什麼 主要就是說它的規則一定要轉型 這個第一例 所以會有String那個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串接符號一定是加號 第三個如果自己串自己的話 一定是S等於S加 後面他會先把自己串自己 再丟到前面去 自己再加自己串到前面去 這個可能剛開始有些同學 還是一下子沒辦法完全的理解 不過你用久了之後 你就會慢慢發現 原來就是這麼用法 好那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其他 好嗎 先讓我來 然後再到來 快點 感谢观看